政府将扩大居家康复计划 让更多轻微或无症状的冠病患者居家休养康复 传染病专家认为 这有助国人适应与病毒共存的新常态 并提醒患者即使在家隔离也不应该松懈 同住者也有责任预防自己不受感染 来看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传染病专家建议 让病患在一个有独立卫生设备的房间隔离 如果空间不允许 病人离开房间时应戴好口罩 避免与同个屋檐下的人接触 尽量不要触摸共用设施内的物品 也不要和同住者共食或共用餐具和日常用品 很重要的就是在家中里的人 最好是一两天里面会做一些检测 就是确保自己没有被感染 而如果检测到如果真的被病毒感染 就尽快去求医而自己也在家中里面隔离 由于我国正处新一波疫情 预计不久后可能达到每天数千起确诊病例 大部分受访国人表示会响应号召 减少外出和接触 尤其家中仍有未接种疫苗的人 老爸没有打 没有打的时候很危险 算是危险 因为你们出去回到家 你不懂会传染到那个细菌 希望政府能做一些 比较就是严格的一些措施 希望他们能就是保护小孩子 尤其是那些没有打疫苗的 也是比较懒惰出去 因为看到这个病情会怕很怕很怕很怕 现在工作上每次都要去通病纸 所以希望大家合作小心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正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